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效率革命》 这本书的周恩版大约有18万字 我将会用大约21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提高工作效率都是长远发展的不二选择 俗话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对个人来说,工作效率的高低是一个人工作能力最直接的表现 因为工作效率越高,就越能够高效地完成工作 工作的业绩自然也就更高,反之亦然 对于企业来说,员工的工作效率越高 企业的整体效率也就会越高 这么来看,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就是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情 那么要从哪些方面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呢? 这也是《效率革命》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 这本书主要从制度、原则等多个方面 系统的梳理了能让员工提高工作效率的思路和方法 并且结合企业案例和先进的管理理念 细分了28个关键法则 本书作者陈丹军是一名有着20多年会计经验的国际会计师 在从事会计、财务管理等本科教育工作的同时 带领团队参与了多家企业的绩效管控、成本优化等方面的操作 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好了,介绍完了本书的基本情况以及作者概况 那么接下来我将用三个重点来为你详细的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员工效率革命的第一步提高工作时间和利用率 第二个重点是 员工效率革命的第二步加强工作执行力降低工作难度 第三个重点是 员工效率革命的助推器公司的讲成机制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员工效率革命的第一步提高工作时间的利用率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 员工工作效率低下的原因 主要在于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没有价值产出 或者价值产出很低的事务性工作上 而高校人士在时间管理上都是非常有心得的 他们了解自己的时间 知道时间都用在了哪些地方 善于把零碎的时间集中起来 化零为整 用在最有价值的工作上 比如李嘉诚 他的时间管理就非常的有规律性 几十年如一日 他每天早上5点59分起床 听新闻 看报纸 打高二夫 然后去公司上班 下午6点准时下班 睡觉之前进行晚间阅读 所以说时间管理是关键 而学习时间管理 就是要实现用最短的时间来完成最重要的工作 那么具体要怎么才能够提高时间的利用率呢 首先是可以巧用时间日志 时间日志就是把时间记录下来 了解自己的时间都用在了哪些地方 可以用纸 也可以下载一个记录时间的APP 每一个小时记录一次 然后对时间利用情况进行分析 最终达到有效管理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其次科学利用时间块 有了自己的时间日志 接下来就要根据时间日志 合理分配工作任务 做到专时专用 科学利用时间块 则是最好的时间管理方式 简单来说 就是尽量把零散的时间集中起来 在单独的时间块里 只做同一件事情 这样就不会被打扰 也能够充分利用时间完成工作目标 作者把这种在单独时间块里 集中时间和注意力 一次只做好一件事的方法 称作单一事件工作法 比如领导要求我们 在八个小时内写一份策划书 如果这八个小时是整块的时间 工作效率就会非常的高 完成的可能性就会很大 反之 如果这八个小时 是每天上午的一个小时 这种时间分配的模式 就会导致我们 没有办法完成策划书 因为时间太分散 时刻会有外界的干扰 与之相反的是 刺激捕获的影响 刺激捕获是说 当其他事物 抓住我们的注意力时 任务目标 将可能不再起作用 因为刺激捕获发挥了作用 注意力被转移了 举一个例子 老板让A整理一份 重要的会议资料 A立马着手整理 没一会儿 他想起了 昨天那个同样重要的总结 还没有做完 于是他又开始做会议总结 又过了一会儿 同事有事找他帮忙 他觉得同事的事情更重要 于是又去帮同事了 结果A没有整理完会议资料 也没有做完会议总结 那这就是典型的刺激捕获的影响 工作中注意力被转移 工作效率会很低 所以在工作中保持专注 一次只做一件事 才能够防止走神 才能够高效地完成工作 当然拥有独立的时间块 并不意味着就要忽略团队合作 所以在制定工作任务的时候 要先和团队的其他成员沟通 让彼此都知道 对方的工作进度和内容 保证彼此的时间块 不会受到干扰 书中举例说 华为就非常重视时间块的管理 在时间的利用上 华为无论是最高领导 还是基层员工 都善于把时间划分成 不同的时间块 华为主要把时间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切割时间块 华为的员工会在第一时间 对分配到的任务进行排列 制定任务进度 然后把任务分到 更小的单位时间内 并以书面的形式反映出来 每日进行检查 第二种是建立与外部的接口 华为的员工 在建立自己的时间块时 会密切关注与任务相关的 其他人的时间设置 预留出 与外部沟通协作的独立时间块 第三种是微调时间块 时间块的设置和使用 不是一成不变的 可以根据当下任务的实际情况 进行微调 接着保持和谐的工作节奏感 在工作中保持良好的节奏感 被作者称之为运律法则 具体体现在对时间的支配上 比如恒大集团就一直保持着高节奏的运作 许家印也是这样的做事风格 如果恒大突然接到了一个地产项目 不论项目规模大小 恒大都能在两个小时以内 召集相关的人员 组建一支团队 立即操作执行 这样的工作节奏 必然工作效率就很高 事实上工作中会有很多干扰 对于员工来说 有自己的做事节奏 才不会被轻易的干扰 也不会随大溜 工作效率也就得到了保障 书中举例说 华为的工作节奏感非常的强 有自己的工作运律法则 员工自己的节奏 要跟他人的节奏相协调 要了解对方的行为习惯 这样就不会随意的打扰到别人 而保持和谐的工作节奏感 需要同一类工作 安排在固定的时候集中完成 不管是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 都应该在固定的时间 做同类的事情 不能随意的暂停 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工作任务上 最后坚持日式日毕的工作习惯 良好的时间管理和合理的工作计划 能够帮助我们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 很多人在工作中 习惯性的把当天的工作 留到第二天做 缺乏严格的计划安排 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的提高 孩儿总裁张瑞敏 为了解决员工工作拖延的问题 提出了日式日毕 日清日高的管理方法 孩儿的员工 在工作开始前 要填写日式清单 在下班前 要根据日式清单 对工作完成的情况 进行审查 审查的结果 将作为个人绩效考核的依据 和自我提升的参考 这样就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好 那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职场中科学的时间管理方式 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工作时间和利用率 进而提高工作效率 现实的工作环境里 事情很多很杂 如果把时间管理看作是 提高工作效率的一条腿 在效率革命这条路上 单腿走路显然是走不快的 想要走得更快就要找到另一条腿 两条腿走路 这也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重点 员工效率革命的第二步 加强工作执行力 降低工作难度 这里的关键是要学会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把简单问题调理化 那具体要怎么做呢 首先要制定一个明确的目标 管理者要想让员工达到最好的工作效果 就必须引导员工不断的去实现合理的阶段目标 用目标引导员工提高工作效率 用目标引导员工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 流程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设定阶段性目标 很多人认为定一个宏观的长期的目标 就算完事了 其实不然对企业来说 定力具有方向性的长期计划很重要 而对管理者和员工来说 短期计划更有利于督促员工高效地完成工作 所以真正的任务目标 是用来指导我们行为的 目标切实可行 才能够起到引导的作用 书中举例说 有人曾做过一项减肥实验 实验者把肥胖人士分成了两组 第一组对象设立的目标 是尽最大的努力减少食物的摄入量 没有具体的任务标准 第二组对象设定了详细的具体的标准 他们把减肥目标 细分为一个个小的具体可量化的目标 一个月后的结果是 第二组对象成功减掉的体重 比第一组实验对象多了两倍 所以最有效的制定目标的原则 就是要具体 在执行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先把大目标 分解成若干个阶段性的小目标 然后再去执行 这样才能够达到高效工作的目的 第二步引导员工量化目标 员工在设定目标之后 管理者需要根据员工的目标拆分计划 对目标进行客观的判断 比如说某个员工往年的业绩在 50至80万之间徘徊 这位员工新的一年的业绩目标是120万 而拆分到每个月的业绩都是10万 是根据每个月的评分得来的 这样的目标显然是不合理的 需要重新调整 第三步引导员工制定可行且有挑战性的目标 管理者在帮助员工完善目标的时候 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 标准太低没有办法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潜力 不利于效率的开发 标准太高给员工造成太大的压力 也不利于发挥积极能动性 因此管理者引导员工制定一个 有挑战性的切实可行的 难度适中的符合员工自身能力 和现实条件的目标尤为重要 只有这样的员工才会保持积极的心态 才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 其次根据人港匹配的方法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作者认为提高工作效率没有那么难 关键在于要把相应的工作 安排给合适的人 明确分工做到一人一事 书中就举例说 F1赛车维修站的分工协作 就是一事一人的经典案例 每一辆赛车进站之后 更换四个轮胎的时间 都是一秒计时的 通常都在一分钟之内 有些甚至只需要十几秒 这里面的秘诀就在于 有12位工作人员是换胎的技师 这些技师每轮三人 一人负责拆旧轮胎 一人负责装新轮胎 具体操作的时候 两个人分别负责操作前后的千斤顶 一个人负责赛车前笔翼受损 需要更换时操作特殊千斤顶 一个人负责检查发动机的高压瓶 一个人负责操作加油枪 一个人负责辅助加油枪 一个人负责加油机 一个人负责吃灭火器 随时等待使令 一个人负责擦拭车手的安全头盔 最后一位工作人员负责写指示牌 当指示牌举起的时候 就表示赛车可以离开维修站了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人的工作分工都非常的明确 把一线很复杂的维修工作 拆分成了简单的小工作 然后分配给每个人负责 这样的工作效率就会非常的高 接着简化工作流程 崔西定律说 任何工作的难度都和执行步骤的数目平方成正比 比如说完成一件工作总共有三个步骤 那么这个工作的难度就是九 如果完成工作需要五个步骤 那么这个工作的难度就是二十五 那么把执行环节去凡从简 省去不必要的环节 就能够降低工作难度 加速完成工作任务 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简化工作提高效率的方法里 应用范围最广 效果最好的当属EC2S分析法 EC2S分析法分别是取消 合并 重新排序和简化 四个英文的首字母缩写 简单来说 就是取消流程里的多余环节 把相似的环节或不重要的环节 合并在一起 按照合理的逻辑重新排序 通过自动化或者信息技术 对复杂的工作内容和流程进行改善 进而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 简化工作流程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很多公司参照优秀企业制作工作流程 然而效果并不好 这主要在于新的工作流程 到了企业会有水土不服的现象 没有办法全面的落实到位 华为最开始的时候 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但是任正非提出了 先将化后优化再固化的理论 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先强调性的让员工 服从企业的规范流程 等到员工愿意服从流程之后 管理者再结合一些柔性的管理方式 让员工的执行工作 维持在稳定的状态里 总之 优化工作流程里的各个环节 化繁为简 不但能够保证执行效果 还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最后通过列工作清单 把简单的事情调理化 管理学家曾做过一项数据调查 结果发现员工每天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用在垃圾工作上的 也就是说 我们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用在了处理琐碎的事物上 而这些事情的工作成效很小 以至于我们的工作效率很低 那么对提高工作效率来说 避免做垃圾工作就显得有违的重要 作者强调 列工作清单 就是让工作明确化的最简单的方法 工作清单就是把工作任务 按照顺序罗列出来 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 分解清单里的关键任务 并且规划具体的行动 形成一个确定的流程 这样就可以始终保持注意力 工作秩序不会被打断 执行力强 工作效率也更高 科学的工作日程计划 实际上就是一份工作清单 工作清单的关键是 要区分轻重缓急 把时间和精力 用于能够产生80%效果的重要事情上 那么怎么判断 哪些工作是不是重要的呢 又该如何处理这些不重要的工作呢 其实识别垃圾工作 只需要问自己三个问题就可以了 一 这件事做与不做有什么区别吗 二 做好这件事情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三 投入时间和精力做的这件事 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没有帮助呢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 这项工作是没有价值的工作 也就是垃圾工作 对于这样的工作 我们就要静而远之 尽量避免 如果实在不得不去做 那就要合理的分配时间 尽量精简 在具体处理方法上 我们可以使用批量处理法 批量处理法就是 把影响工作效率的琐碎事物 从重要的工作里区分出来 然后其中处理 这样既能够高效的处理重要的事情 又能通过批量处理的方式 节省处理琐碎事物的总时间 做到专时专用 好了 那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二个重点内容 学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把简单的问题调理化 能够帮助我们提高工作效率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最后一个重点 员工效率革命的助推器 公司的讲诚机制 工作中的压力 除了来自自我的要求 就是领导和竞争对手 而领导不止的任务压力 是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 工作压力过大 员工会出现心理疲劳的状况 效率就会低下 而压力太小 员工感觉不到压力 容易出现懒惰的现象 效率也不会高 但是工作压力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员工的压力管理 是管理者要重视的事情 心理研究表明 压力和动力的关系是倒U型 压力太大或者太小 动力都不足 只有压力适中的时候 动力是最强的 所以保持适度的压力 对效率有促进的作用 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那么管理者如何设置 稍有难度的工作任务和奖励制度 让员工有动力 高效率的完成 又有一定的压力呢 首先可以设定工作任务的最后期限 管理者施加压力的时候 不能只停留在任务的布置阶段 还要在不同的工作阶段 调整压力强度 帕金森法则认为 根据工作任务的不同阶段 设定相应的最后期限 可以有效地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最后期限 显然就是管理者给员工施加的压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帮我把文件打印出来这句话 就没有帮我把文件打印出来 我十点钟要用要好 其次把竞争带到团队中 如果长期处于舒适的环境里 员工就会失去前进的动力 产生惰性 只有在有压力 有竞争的环境里 员工才会保持高速前进的状态 为此很多公司引进粘鱼型人才 就是为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粘鱼型人才来源于著名的粘鱼效应 是说挪威人捕捞沙丁鱼的时候 在运输的过程中 因为缺氧大量的死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个船长发现在捕捞的沙丁鱼里 放入粘鱼就可以提高沙丁鱼的存活率 因为粘鱼的个头大喜欢游泳 沙丁鱼就会紧张 为了躲避也会到处的游动 缺氧的问题就解决了 同样的道理 粘鱼型人才竞争意识强 做事雷厉风行 这样的员工会给其他的员工 很大的竞争压力 激励他们更高效的工作 任正非激励员工 提出不打粮食的干部 要下台的政策 和末位淘汰的制度 与引进粘鱼型人才 有着同样的激励效果 不打粮食的干部要下台 简单来说 就是没有绩效产出的人 就要被淘汰 而末位淘汰制度 顾名思义 就是淘汰 绩效排名倒数第一的员工 华为每年会按照 5%的比例淘汰员工 不分新老员工 干部也不例外 这些就是为了让员工 有危机感 激发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最后激发员工的成就动机 成就动机也叫志向水平 是我们在做事前 自认为能达到成就目标的 一种心理倾向 成就动机来源于 一个人对成功的追求 和对自我能力的评估 比如说想成为销售精英 却很少研究相关的销售技巧 想学英语 没看计言书就犯困 想成为管理者 又不爱学习 这些对自己行为的 控制力很差的表现 就是成就动机不强 为了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 华为设有员工持股制度 华为99%的股票 都是由员工持有的 让员工持有股权 财富和身份认可 员工必然会有主人翁的意识 责任感和归属感提升 工作效率也会提高 好那说到这儿 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说到了 员工效率革命的第一步 提高工作时间的利用率 简单来说 想要提高工作时间的利用率 时间管理是关键 我们可以巧用时间日志 科学利用时间块 保持和谐的工作节奏 以及坚持日式日弊的工作习惯 这四种方式进行时间管理 其次我们说到了 员工效率革命的第二步 加强工作执行力 降低工作难度 这里的关键是要学会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把简单的问题条理化 我们可以先通过设定阶段性目标 量化可行 且有挑战性的目标的步骤 制定一个明确的目标 然后根据人岗匹配 和简化工作流程的方法 把相应的工作安排给适合的人 用EC2S分析法 把执行环节去凡从简 提高工作效率 最后通过列工作清单 让工作明确化 遇到不得不处理的 垃圾工作的时候 则可以用批量处理法 最后我们说到了 员工效率革命的助推系 公司的奖惩机制 简而言之 管理者可以通过 设定工作任务的最后期限 把竞争带到团队中 激发员工成就动机的方式 设置稍有难度的工作任务 和奖励制度 让员工有动力完成 又有一定的压力 最终达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探索的探索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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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的探索 探索的探索